大家好,我是国民党团新闻,最后来会 多争对最近接触来发生到当教问题 发生到不幸的事件 严调到政府当教政策和喘息服务的报告 我看到了长照人口,我自己吓了一大跳 106年到107年到01年到105年 不断的一直在成长,在爬升 但是我们看长照的比率 这一些照护人员的需求,照护人口 照护人员的需求才5.7年 历史基盤我们表示说当教政策 刚才是新政很多很多之外 新政也相当的拖刷 而且还有很多人都摆不到 这个合成就能让教育 才有效监时间的喘息服务 竟然有很多人不知道 但是实质上有很多需要照顾的一些长辈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去长照据点 去参与这些活动的部分 这个是我们真的要花很多心思去研议的 够周远 所以为什么有民众需求的时候 没有办法来寻求这个资源 那后来这个事情往后会不会再发生 那问题它发生的时候 曾经有没有跟我们接触过 因为当时照顾这排阜在很大 在加上当时9点到4月份 没有法度援助到现金诉求 作成不断有当时比划来出现 对了中传不幸与议员的建议 而是记车会社会教主任秘书就说 当教主管开始是没有到 去参与服务也需要再来做到家庭的选择 有一个专线电话1966 其实我们在各个的网站 或是FB其实都有宣传 但是可能宣传的效果不是那么样的好 台南市提供的居家 一共有居家参与服务 机构的参与 日间照顾中心的参与 小规模多机能的夜间传席 跟巷弄长照站的临拖 一共有146个特约的传席单位 当然这些可能 我在猜目前知道的需求者 可能没有那么多 那我们会再加强来宣导 当教近期的 虽然说政府通过的管理 和苦力補充到股店 但是因为股店的素量和人所 我们有很多家商串习服务 一年尽管说有七天到二十一天 会借新庆扩大 这对着当教的照顾 再来说真的是没啥厉害 南边新闻 简单一生意会采红扩大